明明被人找了笨 但有時候我們 為甚麼呢 反而有大收穫在後面 話說的原由我就不說了 首先我們去恭喜 林康正 有個網友送個新電話給他 是iPhone Pro來的 應該要先多謝別人 我們要講講閒話 因為其實有個網友提了我 我不說不行 首先我們去講一下 今天林康正終於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一個網友很破費 就送了一個iPhone X Pro iPhone X Pro 讓他搞我的妒忌 林康正收到電話 照樣沒有甚麼好說 但我真的很奇怪 當我們 林康正當時還沒回來 當有個女生 推開門找林康正 原來我們說還沒回來 那些同事叫他坐下 那些同事叫他坐下一會 他好像很不願意 我真的看他的身體語言 然後我就說 你是否來送電話 因為他應該送電話 那個人不需要去媽媽 還是家人 打給我的 他就說是 那你放下就行了 那就放下 但是接著講一句 一年之內 不可以喘養 那我就想來想去 想了很久 跟我們的同事 是 為什麼一年之內 不可以喘養 為什麼一年之內 不可以喘養 他是不是有簽約 但是簽約都沒有關係 那張卡拿走了 是啊 如果喘養會是怎樣 首先我覺得 林康正不會喘養的 因為林康正 你現在這部玩一下玩一下 這個iPhone 6 這個iPhone 6 這個iPhon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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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現在扔給我的老友 生哥哥 對面那個印尼妹 是 跟他放四隻狗 的印尼妹 都是他起五隻手指 不是五大訴求 是不願意 iPhone 6 OK 突然跳過幾代 iPhone 6 我想你都不會換 不會 亦都不會轉讓 不會 但是我真的很想你轉讓 我想看看 為什麼一年之內 不可以轉讓 難道這是一個大有咒怨的電話 但這陣子的電話 經常有咒怨 要不出去做直播 被人扔爛過兩次 要不上一次 無緣無故的電話 做了直播之後 死了 接著進不回去 即是 最後要過幾十歲才救到 那些不叫咒怨 是你的電話 到訂 是這麼簡單 換了新電話 又到訂 又被人扔爛了 差不多就 換了兩次 電話是用來給你說 拍 不是給你用來扔 扔就當然是爛 但是被人扔到 即是在外面拍攝的時候 對 人家的電話司機 不會預料被人扔 是 盡了兩次 所以現在 我真的很想賣掉 換另一部 賣掉了 賣掉了一部Expo 看看是否有咒怨 這是一個我心裏的謎 其實他有我的電話 你可以留我的Message 或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 為何一年來不能賣 南康城當然不會賣 因為每個網友送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是很爭著眾知